现在还有没有实惠的独栋学区房?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今天咱们来看一个五六十万的八分学区的这样的全新的独栋 这几年洛杉矶这边房子这么涨 其实最受伤的就是预算不高的刚需的人群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现在我是位于大洛杉矶的内陆地区 帮大家找到一个八分的全新的这样独栋的一个楼盘 从五十七万一直到大概六十八万 从三房到四房 甚至还有三个车位车库的这种户型 现在咱们视频里看到的是两千尺的 四房三车位车库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它这个一楼是有一间卧室的 就是视频里看到的这样 而且还有大客厅 另外还有这边有一个独立的全浴 就是带洗浴的卫生间 那么在二楼它是有三间卧室 还有洗衣房 还有这样的一个二楼的大客厅 这个就是目前最流行的户型设计 住起来舒适度非常的高 现在咱们看完这个大客厅 这边是洗衣房 它里面有橱柜还有水盆 所以这个设计也是比较难得的 这里是主卧 带有阳台 还有这样的大窗户 这里到华人超市 大概十来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车程 生活也是很方便的 咱们看这个大的主卧的卫生间 有浴缸 占浴 大镜子 霜水盆 从房子的配置来讲的话 这个是可圈可点的 主卧跟次卧是两边的 所以是分离的 这边是次卧的一个卫生间 全浴的 而且它里面还有带有这种窗户 旁边就是两间次卧 非常中规中矩的 而且实用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八分的学区 这里也在高速的发展 各种大型的商圈也都齐备 而且交通很方便 未来也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非常好的性价比 更多的问题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 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方圆 谢谢